我现在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那我们的话呢 三角函数的横等式的话呢 我们的记忆的方法的话呢 用这个六角形是最方便记忆的 首先的话呢 我先介绍的是平方和关系 怎么说呢 我们的话呢 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这个的平方加这个的平方 等于这个的平方 那我的话呢 如果要写出来的话呢 我就写 sine的平方theta 加上cosine的平方的theta 是等于什么呢 是永远等于1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证明是非常的简单 它是斜边分之对边 这是斜边分之临边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两个一加起来 平方和一加 刚好就是我们所谓的 三高定理 也就是必试定理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往下看 这是tangent的平方 这个也是一样的 tangent的平方加上1的平方等于second的平方 这个我就不写了 最后一个比较少用 还是一样 1的平方加cotangent的平方等于second的平方 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是在这边 sine的平方加cosine的平方永远等于1 这角度要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第二个关系 第二个常用的关系叫做商数关系 商数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是相除的意思 商指的是相除 那么我们的话呢说了 tangent的tangent theta 其实的话呢 它是两个相除 第一个相除的是sine theta 除以cosine的theta tangent是sine除以cosine 那么cotangent不用背 cotangent是cosine除以sine 这个部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商数的关系的话呢 我们稍微就这么样的解决就可以了 以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tangent tangent不熟没关系 sine熟cosine熟 两个一除就是tangent 那么我们看看最后一个常用的关系是 导数关系 导数是什么意思呢 导数的是 各位同学看两对角的 两对角的 两对角的 这个两对角的话呢 它们相承永远永远都是1 也就是说它这个本身的话呢 定义的地方就不一样 刚刚好是颠倒的 sine是斜边分支对边 那么cosine呢 是对边分支斜边 刚好是颠倒的 我们的话呢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看到了一个sine的theta 是假设是三分之一 那么有一个问题问的 那么请问一下 cosine的theta是多少呢 那各位同学就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说 这个是一个颠倒的话呢 答案就是一分之三 也就是三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这个导数关系的这个地方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碰到了一个比较不熟悉的cosine second cotangent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 遇到了这些这三个的情况的时候 你们就把它写成 我们比较熟悉的sine cosine tangent的这三个函数的颠倒过来 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四个阪神 这三个阪神 划 感谢观看